大家好,我是秦秦 很多朋友都有过这种体验 每天晚上11点之前上床准备又睡了 但是凌晨却定时醒来了 其中最容易醒的时间段有两个 一个是在凌晨1点到3点 一个是在凌晨的3点到5点 大家都会发现哈 自己的这种半夜早醒是非常有规律的 非常定时的定点的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这是因为人体的脏腑与12个时辰相对应 在这个相对应的时辰里边呀 本人脏腑的气血最旺盛 功能也最强 但是如果这个脏腑有一些异常 那么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清醒 并且难以再次又睡的情况 那既然问题出现在脏腑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疏通相应的经络来解决 有时候啊 这种方法是立竿见影的 那我们先说凌晨1点到3点早醒的这种情况哈 那么凌晨1点到3点钟 莫名的醒来 多数是有于肝火旺盛所导致的 我们经常会有烦躁 易怒或者是气欲这种症状 在气血流住的肝筋的这个时间段 那自然的把身体唤醒了 那既然是肝筋的问题 咱们呢就需要去疏通我们的肝筋 让肝脏的功能恢复正常 肝筋上有几个点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咱们去疏通它们就行了 第一个是我们的阴包穴 在我们大腿的内侧 早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摸一摸 这里是自己的膝盖 那么在膝盖的内侧 大腿内侧正中线 从膝盖的下缘 这里开始量 大概往上量四痕指 在大腿内侧正中线 这条线 这里有一个点 就四痕指 这个点 你摸起来 按起来会感觉非常的痛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阴包的位置了 找到之后呢 我们可以去用我们的指关节 把拳头握起来 然后去敲一敲 感觉一下是不是非常痛 如果很痛 那就说明你找对了 左右两条腿的位置都是一样 相对应的 都去感受一下 那第二个点叫做太冲 太冲在我们的脚背上 在我们大拇指和第二根脚趾 中间有个缝 在这个缝中间 往上量两痕指的位置 这里有个凹陷处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太冲 那一个阴包一个太冲 这两个穴位是咱们 容易晚上一点到三点钟 早醒的朋友们 几乎人人都堵的一个穴位 找到之后我们先来疏通我们的阴包 疏通阴包的方法 你可以用大拇指去按油 就这样点住它 按油 按油到酸酸脏脏麻麻的感觉 有酸脏疼痛麻麻的感觉 你也可以像刚才那样 握拳用这个指关节这些地方来敲 很多朋友在按油之后 因为这个地方太痛了 第二天可能会出现一个 轻指式的一个大包 可能会肿起来 这是非常正常的 大家不用担心 左右两条腿 先左后右 每一边各去疏通上三分钟左右 然后你再去疏通 自己这个太冲 太冲的方法也是一样 可以用我们大拇指点住它按油 也可以这样用大拇指去吹一吹它 都可以 也有的朋友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太冲这个位置是没有太明显感觉的 觉得也不痛 软踏踏的 也没什么弹性 那你就先疏通阴包 等到疏通上三五天后 这个阴包痛感减轻了 甚至是不痛了 那么气血呢 才能够通过阴包 顺畅的到达太冲这里 太冲就开始有这个阳性的反应了哈 会感觉非常疼痛 那么这两个点 等你都把它们疏通开了 等到这个疼痛感都减轻 甚至消失了 你会感觉到自己的心情啊 也变得非常愉悦 那我们晚上这个早醒的情况呀 也消失了大半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凌晨三点到五点钟 早醒的这个情况 这个时间段是肺经当令哈 也就是肺的功能最强的时候 因此呢 如果肺火过旺 肺气不足或者肺热 有这样情况呢 这个人呢就更容易的醒来 肺不好的人群 我们可以在秋天多吃一些润肺的食物 比如说梨 百合等等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秋季啊 气候明显变得干燥 肺不好的人就更容易加重失眠了 所以这些润肺的食物 我们可以每天背上一些 经常吃一点肺经上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呢 在我们的孔罪穴和鱼记穴这两个地方 肺经是在我们的手臂上哈 它的这个线路呢 它大约就照应着咱们的大拇指在你的手臂内侧的这条线哈 大拇指走过来在我们手臂内侧的这条线 那孔罪穴的位置 首先我们把手臂弯曲起来 这里有个走横纹 走横纹的纹头这个位置 从我们的走横纹纹头开始量往下量哈 然后四横纹就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孔罪穴 我们找到这个孔罪穴之后 然后再来找我们的鱼记穴 鱼记穴它就非常好找了 我们知道大拇指的下方这个位置 这是大鱼记 但是大鱼记并不是我们的鱼记穴哈 那鱼记穴呢 是在你的这个大拇指下方 这一节的长骨上 这一节这一块 长骨中间点 从这里下来 这条线的中间点 这个位置中间点 这个就叫我们的鱼记穴 这个位置按揉起来也是非常疼痛的 非常酸痛的 这样一个点哈 这个点就叫做我们鱼记穴 找到之后呢 我们可以沿着这个肺筋这两个点 慢慢去敲打按揉 敲打的时候注意我们手臂要放平 就这样 敲打的时候注意手臂放平 多数我们肺功能有一些不太好的人呢 在孔罪穴这里啊 他都是有非常明显的痛点的 你可以对这个痛点进行敲打 你也可以用我们大拇指指腹进行按揉 这都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疏通方法 那么对于这个鱼记穴呢就是用大拇指指尖去点油就行了 大拇指指尖然后去点住它 然后再油就可以了 同样呢有的朋友这个大拇指这里啊 是软塌塌的颜色发青 那么咱们就先去疏通这个孔罪穴 把孔罪穴疏通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鱼记穴的颜色都会发生改变 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缝固的疏通之后啊 这个穴位上的一个痛感它会减轻 那你就会发现自己夜间惊醒的这个情况啊 也跟着有所减轻了 一般来说干筋和背筋这两条经络 经过我们的疏通 它都是会有明显的效果的 甚至有很多朋友呢 做完这些穴位和经络的疏通 当天的睡眠情况就有所改善哈 另外很多朋友的失眠 其实是在自己不经意间的一些不好的小习惯可以造成的 比如说有很多睡前的行为都会下重失眠哈 像是玩手机睡不着觉啊 就玩一会手机 那么手机的光线呢 就会刺激咱们的大脑 还有我们的眼睛 会导致神经兴奋 就不利于你再次去进入睡眠 还有的人是双脚冰冷 有句话叫做寒从脚下起 特别是在现在天气比较热 很多家庭呢都会开着空调 或者是这个地板冰凉 那如果是体质弱的人 光脚踩在地板上 双脚受凉 就容易感冒 入睡困难的人呢 也会加重这种失眠的清醒哈 如果半夜醒来 你来开了 明晃晃的灯 那么也会造成你难以入睡 这样一下开启的亮灯会给神经 还有身体一个激活的信号 所以最好是能够在床头摆放一个灯光融和温馨的小夜灯 这样呢 你既能够看得清 也不至于去影响睡眠 好了 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与支持 谢谢大家